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发起大屠杀 这是战争罪 安理会必须对这一让人出离愤怒的惨剧进行追责 据法新社报道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早前已发布声明 呼吁对加沙地带暴力冲突展开调查 但这份声明却遭到美国的一票否决 15个成员国中有14个同意对以色列追责 只有美国反对巴勒斯坦方面愤怒地指责美方的冷酷无情 但却无济于事 而面对近60人死亡 3000人受伤 白宫副发言人表示 加沙地带出现悲惨的情况 完全在哈马斯 以色列数周以来都一直努力不使用暴力手段稳定局面 是哈马斯故意挑起的争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任何国家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疆界 以色列军队只是在自卫 恐怖组织派出数千人冲击边境 想要突破安全围栏 我们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 维护主权和公民安全 美国和以色列实现了目的 却无法一手遮天 更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 首先 美国的重要盟友德 英 法导哥 表示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德国政府发言人赛伯特 周二表明 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说 我们认为 独立调查委员会 有助于厘清改边境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 与血腥侵权行为 英国外交部中东事务部长拜特 也赞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法国谴责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滥用暴力 也并赞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另外 世界各国也纷纷表态 俄罗斯批评特朗普的一意功行 带来大规模伤亡 但似乎又乐见美国与国际社会为敌 俄方粉丝美国已经把撕毁国际共识 当成了家常便饭 土耳其决定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还怒斥美国给该地区带来了危机和冲突 埃尔多安痛骂以色列是恐怖国家 黎巴那首脑声明 美国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 完全埋葬了和平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员陆康15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加沙边境地带暴力冲突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表示严谨